晚安讲解中让我们一起来看世界 大家好我是彭聚 今天开始我们先来关心的是网红晚安小鸡 还有的同伙阿闹两个人的最新状况 目前这两个人都还在柬埔寨 而且能被判刑两年 预计要这个服刑完毕才会回到台湾 不过现在整件事情似乎已经上升到国际层次 尤其柬埔寨的总理红马内是首度的发声 炮轰这两个人 认为说这两名网红为了流量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而且已经破坏了柬埔寨的国家生育 甚至在他的声明当中也提到说 似乎有人在干预整个司法 还有服刑的相关行动的调整上 是有一些动作甚至也说了 当中有人的妈妈不舒服 以生病为由想要干预当地的司法 先前直播网红晚安小鸡 与阿闹跑到柬埔寨拍摄被绑架的造假影片 遭当地警方揭穿丢脸丢到国外 火速判刑两年罚款四百万瑞尔 约台币三万 今天在总理红马内出席活动时 更受度炮轰晚安小鸡 也成为这起争议中发生的最高层级 我说来的原因是 台湾以前无所谓では 先 stitches中占票 可以说来自然 bli尖 乎是 Father 红马奈提到他们拍完影片后 回传给在台湾的妻子 间接拆穿爱婆可能并非不知情 更加码爆料有人出面干预 想让两人获释 至于总理说的干预是什么意思 知情人士猜测 或许两人都有找律师协助 母亲生病的悲情牌 可能只是发法庭上的一种工房 但毕竟这招台湾才有用 看在总理眼中也许就是干预的一种 TVB月圈综合报道 除了网络乱象之外 现在在全球 其实诈骗风潮也是非常的兴盛 尤其台中的这名女子才25岁 原本在交友软椅上 是认为说遇到了真爱 没有想到对方 竟然一秒变成诈骗集团 甚至恐吓说要对家人不利 要对他的家人断手断脚 还有就在这个时间点呢 这名女子遇到了一名警察 警察也非常激进 马上把电话接过来说 我是他家人 你到底想要对他怎么样 当场呵斥他 同时也安抚这名女子的情绪 什么状况 看到圆镜就哭得离花待遇连话都讲不清楚 加油有男客人是一个男生 然后他现在就是很害怕 好了他对他 怎么会这样 警方赶紧安抚他才娓娓到来 我拿出他精灵 要叫我断手断脚 还要查我家的地方 原本要跟刚认识的网友见面 却遭到对方威胁要断手断脚 吓得他他不知所措 日前台中第三分局的袁靖 宣柔中遇到25岁真姓女子豪淘大哭 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遇上了诈骗 对方谎称自家的经理 可以从手机号码进一步查到他的住家资讯 还不断打电话威胁 警方马上化身女子的家人 接电话喝斥诈骗集团 也让女子吃下了定心丸 到写后安心的离开 但近期这种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日前也有25岁的补教女师差点被骗 诈骗集团自称是逐联邦成员 威胁女子家人的人身安全 索性遇上警方化解才保住存款 近期网络交友诈骗事件增多 光是单一辖区半个月内 警方就主诈了同样事件两次 他们也提醒年轻人可以及时求助 避免身陷困境 TBBS新闻将军两半一台中采访报道 今天看世界我们要持续带来 掌握到俄罗斯目前最新的情况 尤其虽然俄乌战争持续在打 但是普钦的头号阵敌 纳瓦尼现在传出无预警的病逝了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甚至他的遗体上 现在传出有明显的瘀伤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在16号的时候 当时在下午的2点时机分 他在这个北极流放地散步之后 根据相关事述的消息 是无预警的失去意识而死亡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整件事情 似乎也莫名其妙 因为纳瓦尼本身才40多岁 怎么会无预警的身亡呢 甚至护理师也说了 这个欧洲新报的访问 他讲说第一个 遗体送的地方很奇怪 到了是临床医院 而且有两名的远警看守 照理来说 如果在今天是刑犯死亡的话 照理来讲以当地的规例 是要送到了法医局 没有想到竟然送到了医院去 这个护理师就研判说 会不会其实是监狱本身不希望 负很多的政治责任 所以希望中央派人来检查他的伤势 还有检验遗体的部分 再来这个遗体上似乎有另外一个 让他觉得比较吊诡的地方 就是有明显的瘀伤 而且很明显是在生前造成 他点出有两个可能 因为包括他的身体上有一些瘀伤之外 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 他在生前有抽搐的情况 所以控制他的行动 压制的时候所造成的 另外在胸口即有瘀伤 主要的部分就是因为 很有可能在他生前 对他做过CPR或是心脏按摩 这些急救的状况才会有留下这些瘀伤 不管怎么样当中的疑团还是非常多 但也因为现在纳瓦尼是不幸身亡 在整个俄国的境内 也掀起一个纪念还有悼念的热潮 在32个城市当中 很多的群众都有集体的悼念活动 还有包括人权团体 表示说有超过400人被捕 主要都集中在首都莫斯科 还有圣彼得堡 这个部分也是在2022年9月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个政治逮捕行动 当然政治的敏感度是非常高 但是以俄乌战场来说 其实现在包括整个情势 对乌克兰可以说是越来越不利 尤其之前我们一直提到 是阿弗迪夫卡这个城市 现在疫情根据俄罗斯的消息来说 已经是被完全的控制了 所以这个乌克兰的陆军发言人家说了 俄罗斯有14空级 这个北部边缘以西大约是两公里的另外一个村庄 就是这个阿弗迪夫卡以西的地方 就是希望可以获得更多战果 不过攻打了很多次 目前都没有攻打下来 主要在这个地方有天然的地形屏障的因素 所以目前俄罗斯在这部分的掌控度呢 还没有持续扩大 但是对乌克兰来说 现在弹尽圆绝需要更多的西方资源 而在这个阿弗迪夫卡被攻下之后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战局但非常艰巨 而乌克兰的这个总统 泽伦斯基也立刻打给美国总统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协助 插着俄罗斯国旗的坦克高速标尺 一路使劲 他们宣布夺下乌东战略大臣阿夫迪夫卡 俄军甚至在千窗百孔的大楼上 插旗耀武扬威 宣布百分之百控制住这座城市 俄罗斯军方还释出空拍夜视镜影像 乌军部队从阿夫迪夫卡撤出的画面 由于严重缺弹又敌不过敌军的人海战术 乌军为了避免被围剿 被迫从前线撤退 军事专家说乌克兰选择撤军 其实有战略考量 放弃阿夫迪夫卡就是为了要节省弹药 和保住士兵的性命 也是在告诉西方 这就是缺乏军援所带来的损失 这些讨论专家说乌克兰选择 非常重要的声音 尤其是关于阿弥陀佛 而现在中东的局势呢也是越来越紧张 尤其我们现在来看到美国是五度的打击 夜门的叛军 在2月17号的时候 美军对外表示说 他们针对青年运动的控制区 已经发动了五次的自卫性打击 包括是有飞弹甚至无人载具 以及这个无人艇等等 其实都持续针对 这些青年运动的控制区块来进行打击 就是认为说 其实夜门的叛军组织 还是持续威胁了周边国家 以及美军的一些权益跟利益 甚至也点名说 其实这个青年运动的控制区 还有这些单位 其实是第一次开始使用无人水下载具 其实也引发了更多的 这个攻击行动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就是以色列的部分 其实现在讲到以色列 我们持续都在关注加萨地区 但是越往南走 拉法这个城市 其实现在更让大家觉得紧张 为什么 因为眼看以色列马上就要对 这个拉法地方 其实进行了更多更强度刀的打击 因为包括是哈马斯 这个以色列的战时内阁成员就说 如果这个哈马斯没有在摘制月之前 释放剩余的人士 他们就要把拉法当成下一个进攻的地方 尤其摘戒月前 今年来说是3月10号以前 所以已经时间是算是非常的紧迫了 而且在拉法这个地方 算是现在很多加萨人在此避难的一个重要之地 有将近半数的加萨人都在这边避难 所以当然很多国际组织都很希望可以针对这个以色列进攻拉法的这个可能的企图 来稍稍的帮忙踩刹车 甚至希望可以不要执行 像是巴西的总统卢拉就说了 以色列现在对加萨的军事行动根本就像这个纳粹大屠杀 但是以色列的态度依旧是非常坚定 甚至以色列总统纳坦雅胡就回呛说了 其实这样已经小看了种族灭绝的意义 甚至已经踩到红线 所以等于说以色列对进攻拉法这个城市来说的意图 还是非常的强烈也非常明显 不过拉法这个地方本身它的意义非常特别 因为它跟埃及的地方 这个国家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除了在地理位置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之外 包括埃及其实也非常担心自己也会被卷入这场战火之内 埃及就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强攻拉法的话 也要采取相关行动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明白拒绝美国提议的巴勒斯坦建国和平方案 并坚持继续进攻难民聚集的以色列南部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公布的死难人数已超过28800人 三分之二十妇孺 加萨中部的戴尔巴拉赫 2月17日遭到乙军空袭 58名死者中包括30名妇孺 存活的加萨难民们绕过罹难者行走 没人知道自己能否活到斋戒约 今年伊斯兰斋戒约将从3月10日开始 但纳坦雅胡以明说不会停火 他拒绝的可能不只是和平方案或巴勒斯坦建国 也拒绝了加萨走廊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 加萨南部医疗重地 全境规模第二大的纳瑟医院 15日遭到空袭 医院已无法运作 只称4位医生勉强照顾病患 空袭后院内一片混乱 至少7名加护病房病患 因为断电而死 原本聚集在医院外的上千难民 惊慌地往城外逃 避难所瞬间因为以色列军队的来到 变成炼狱 世卫组织证实空袭当时 院内还有至少200名患者 乙军并派出地面部队进攻 逮捕至少70名医护人员 并宣称找到了哈马斯藏在医院的武器车辆 以及要给以色列人质使用的药品 由于被释放的人质表示 曾被关在纳瑟医院 乙军就已寻找人质疑体为进攻的理由之一 这些优优独的优独 这些优独的优独的优独 结局是医院瘫痪 至少让9名患者无辜身亡 罹难者增加中 以色列军方面对媒体仍坚持 这次进攻是精准有限 未来也不会停火 就连以色列国内都对纳坦雅胡的战时内阁 极度不满 周末有数千人聚集在台拉维夫街头 要求设法促成人质祸事 开战几个月以来 250多名人质中仍有130人被扣押 其中四分之一很可能已经丧生 许多以色列民众希望换掉强硬的 纳坦雅胡战时内阁 让人质祸事与和平有希望 因为战火外扩难止 2月15日黎巴嫩南部城市 也被以军攻击 目标是真主党 空袭却杀死一名妇女和两名小孩 2月16日 在加萨与埃及的边境城市拉法 恶坏了的难民们追着卡车跑 部分民众真的抢下了 可能装有粮食的白色布袋逃跑了 维持秩序的警方只能开枪 造成一人不幸死亡 与加萨相邻的埃及北西奈省 边境以西约3.5公里处正在逐起混凝土豫柱高墙 人权监察组织西纳人权基金会拍到影片 认为这是一个为接收巴勒斯坦难民 而划设的隔离区 因为若以军不停火 在摘介月强攻加萨南部拉法 上百万难民无处躲避 真的只有死路一条 埃及外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只承认 这是为运送人道物资准备的后勤区域 例如卡车停车场或仓库等 但埃及政府也警告以色列 不要逼人太甚 因为难民压境已经威胁埃及国安 以外两国关系也陷入紧绷 在全球注目下 五个月内杀死两万多巴勒斯坦平民 埃及已经强调 拉法若遭遇以军强硬攻击 埃及将终止与以色列在1979年签订的和平条约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了 包括在中东 包括在欧洲都有战火 但是以美国的观点来说 他们认为说下一个地方 很有可能也是比较紧绷的区块 就是印太地区 而且我们从航空母舰的部署来看 其实就可以看到端倪 我们从3加2阵线市带来分析 怎么说呢 因为目前已经有三艘的航空母舰 已经在西太平洋上了 包括是雷根号 卡尔文森号 还有罗斯福号 预计呢 这个卡尔文森号 未来会到关岛去 还有罗斯福号会到夏威夷去 预计呢 会停留到4月及7月份 而且雷公号之后就要进场维修了 但是还有现在另外两艘的航空母舰 要马上来到了西太平洋地区 包括是林肯号 还有乔治华盛顿号 预计呢 这个林肯号会驶离 目前正在驶离的是加州 圣地雅各的母港 还有乔治华盛顿号 就是要取代我们刚刚说到 马上要进场维修的雷根号 所以这也是第一次有5艘的 美国航空母舰骑去西太平洋 这个数字上的分析 其实很明显的看到 美军认为说西太平洋地区 恐怕还是比较需要 展现微哲力的地方 因为美国以目前的新银航舰来说 就只有11艘等于是有接近半数的 航空母舰都在印太地区 当然可以想见到美方 对整个包括是中国大陆 或是朝鲜半岛的局势 是感觉到比较紧张一点的 英国的学者就说了 华府目前现在把重心 放在印太地区 即使在欧洲中东都有冲突情况 但是此举向是 也是一方面 像印太地区的盟邦 释出一个保证安全的讯息 甚至也朝着朝鲜 还有中国大陆 释放出一些威责的讯号 所以等于说 其实这样的部署 可以看得出来美方对整个 印太地区是特别注重的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 大家也很担心是两岸地区 未来可能会不会有更多的冲突呢 尤其现在在这个 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又在论坛上宣声 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加拿大与中国大陆外长在慕尼黑会面 王毅为缓和紧绷的中加关系 称中加不是竞争对手 更不是敌人 应该成为合作伙伴 慕尼黑安全会议 重点在透过对话防止冲突风险 但是王毅在中国的分论坛上受访大谈台湾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由于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 目前两岸还没有完全实现统一 但统一是必将实现的 这是14亿中国人民非常坚定的意志 北京重复多次的话语 王毅在班上国际安全会议的舞台 对此陆委会声明 这企图误导各国对台的政治主张 也从未被国际社会认同 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未来更不会是 北京只会加深国际社会质疑跟反对 我们从未见一遍 王毅也挥舞乌克兰外长 但同时也捍卫中俄友好 因此德国智库分析 对北京当局而言 尽管中国试图拉拢欧洲 但被欧洲设为生死存亡的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并未给予足够的尊重 中国与乌克兰对话也很有限 而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 还是让全球特别关注 尤其有没有可能持续下行呢 我们先来看到 其实在这个春节期间 很多人其实都会想说 在新的一年买个房子吧 在中国大陆或许也是如此 但从房市表现上来看 真的是非常的惨 尤其在今年春节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房市是非常冷清 我们先来看到新城屋的部分 在重点时程的地方来讲 包括新住宅的成交只有240户 所以换算下来的话 一天平均的成交量只有30户 在这个10个城市当中 只有成交30户的新房屋 跟去年的同期比起来是下滑了13.58% 另外在中股屋的部分 其实看到的是重点的6个城市 中股屋的成交只有47户 等于说一天只有成交6户 虽然跟去年的数据相起来 是上涨了将近一成之多 但整体来说表现并不是太好 虽然说有一些二三线城市 其实受惠了返乡制产的一个优惠政策 但是整体来说 虽然有好一点点 但效果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好 但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市 还是依旧这么冷清呢 主要有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大家都出去玩了 假期的出油潮升温连带 让大家对购物需求的这个速度 还有需求都是稍微放缓 还有就是很多人也是抱持一个观望角色 尤其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 是不断的在下行当中 大家还是抱持一个观望态度 像是市场信息依旧还是需要慢慢的修复 而且在到底你买新房能不能交付 对很多人的心中来说 也都是有疑虑的 所以更多人想说在棺材下 在决定要不要下手 但是以全球的状况来说 都有一个共同危机 就是医疗危机 尤其医疗的人才是越来越少的 这样状况在南韩也非常明显 现在南韩政府就希望可以扩大 这个医学生的招生名额 没有想到也引发了整个医界反弹 在明天他们就要展开大罢工 甚至很多的这个医学院的再学生 也选择休学来表达抗议的诉求 南韩政府计划 扩大医学院招生规模 解决偏向医生短缺情况 却引发医界大反弹 包括实习医生与住院医生 周一纷纷地出辞呈 准备罢工 这波迟疗病院也开始蔓延到 大田 仁川 季州道等地 连医学院的学生也计划在 20号 集体休学来生员 由于大量医师离职 多项手术如癌症 分娩和椎间盘手术 被迫取消或延后 南韩政府紧急调派 12家军医院救急 南韩卫生福利部也发出 医疗维持令 呼吁所有医师为了 人民继续坚守岗位 估计221家教学医院 大约会有1.3万名医生辞职 一旦周二真的罢工 将对南韩的医疗系统 带来巨大冲击 TV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轻松一点 如果接下来未来两年 大家想要出国玩的话 可能荷包可能要特别看紧一点点 因为未来的支出是明显偏多的 我们先来看到 如果很多人去东京迪士尼玩的话 想要多抢一点点时间 大部分来说 都会希望可以住的 离这个迪士尼乐园越近越好 所以很多人会选择住在 千叶县的普安市 但是呢在明年2025年 可能他们就要针对这个地方 收取住宿税 尤其在这边很多人 要到东京迪士尼 想说可以早一点起床 会住在附近之外 这里也有很多的酒店 主要为什么要升这个住宿税呢 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人都到东京 尤其到日本去玩 而且呢 东京迪士尼也都是他们必去的 一个景点之一 以目前的换算来说 当地的住户呢 大概有17万人 但是到了周休假期的时候 太多人涌进来了 就会到20万人这么多哦 所以当然 现在他们希望可以透过住宿税 让整个交通 还有整个周边的设施 变得更好一点点 像是呢 JR五兵站附近的道路老化 他们希望把这笔钱用在 修缮周边道路之外 也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游客的紧急医疗体系 再来我们来看到搭配机 其实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 机票越来越贵的 但是呢 未来还有可能会有新的附加费用 就是可持续航空燃料的费用哦 新加坡从2026年开始 从新加坡起飞的航班都要加收这一笔 主要呢 可持续航空燃料 你可以叫它SAF 要提升它的用量 就是希望就是可以提升 所谓的净零碳排的速率还有效果 尤其呢 过去航空业都被认为说是个 碳排非常高的一个行业 这个在空中旅行当中 其实在过去也让各界都认为说 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非常多的危害 所以从燃料下手 就是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像这种用再生原料制成的航空燃料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它的生命周期的碳排 比传统来说少了80% 而且它可以跟一般的其他的燃料混合 当然对我们的地球来说是比较友善的 而且未来在2050年的净零碳排当中 大约有65%将会来自于这种替代性燃料 不过到底 其实你如果要使用这个话 这个费用到底要怎么算 但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 因为你要从飞行距离 还有仓位的等级来做决定 而且直接算计的机票价格来说 以2026年 他们要开始使用的这个状况来说 经济倡来讲 其实从新加坡非常慢股 大概是多加70块钱 还有到伦敦就多加了接近400块这样状况 我目前可以预想的是 现在新加坡开了第一枪 未来有没有更多的国家也配合 而且开始走这种路线 其实恐怕还要持续观察 但接下来最近消息我们要带你来关心到 现在两岸关系是不是越来越紧张了 因为现在传出说 在今天下午20多名旅客搭乘金门的蓝色公路的时候 在海上巡游到一半 突然被到的海警局上船领检将近半个小时 很多的游客都因此吓坏 旅客们陆续下船 这是金门蓝色公路出日号的旅游船 在今天下午回到了金门的码头 不过让不少游客都非常的惊心胆跳 因为在海上发生惊魂迹 原来是船行驶到一半 突然有大陆海警局人员强制登船 领检大约三十分钟 当时船上有二十多名的游客 全部都被吓到了 疑似是针对陆船粮死案 在大陆福建海警局 已经强硬表态会加强海上常态化执法 没想到就在今天十九号的下午 还拦下金门蓝色公路的出日号旅游船 在行经金门县大二等海域 五通水道附近时被海警局强制登船领检 其实原本惊吓的这一条航线 大约是一百分钟就会完成 但是途中是被对方检查了三十分钟 突如其来的举动也是让游客吓坏了 而过程当中金门海巡队货报也立刻派遣 两艇前往护航回到了金门码头 不过虽然尽管在过程中没有造成任何冲突跟纠纷 还是让游客吓了一跳 的确真的会吓了一跳 尤其金门渔会也非常担心会有其他的情况发生 因此也发出通知宣告很多的台湾渔民们千万不要越界 否则可能会惹祸上升 因为中国大陆的海济 其实也加强了陆上海上巡逻 就怕会有类似的意外发生 而我们提到的就是之前发生的 陆济渔船的越界事件造成了两人死亡 而现在陆方也发出声明说 在2月20号就要派员到金门调查相关案件 陆船渔民整理好渔网准备出船 警战日前发生陆船越界事件 为了维持生计还是得要出港 只是 那你为什么不叫海巡赶快把那个 他们一出海密入器都有 马上公布发便就OK了 一翻两阵也 为什么政府不赶快明快处理 陆船越界躲避海巡导致两死事件 海巡依法行政追捕越界渔船 但这样的说辞引起中国大陆各界强烈塌伐 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越界这回事 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这种说法 隔天18号陆委会也马上回应双方执法作业 就连海上救难合作都是依法进行 不能否认事实 无法达到共识 毕竟国台办不承认禁止水域 中国海警局18号也宣布将会加强海上执法的意料 如此一来渔民的权益是否受损 通知各位渔民出来要注意安全 有什么情报随时回报 那渔会的电台 渔会加强宣导海巡也将继续海上巡逻 若遇到问题请渔民赶快通报 不要私下解决 大陆国台办也发新闻稿说福建全州有关方面持续和船员家属沟通 决定由全州市红十字会派人陪同家属 20号到金门接回两名申还人员 也处理相关善后事宜 而金门宪府表态希望两岸渔民生计能在双方共商讨论下达到共好的发展环境 但面对没有共事情形渔民成了最大苦主 TVBH王韵婷 蓝婷莹金门采访报道 的确现在渔民变成最大苦主 再来我们把镜头转向美国要来看到枪击案件 而且这一次死亡的是两名园警 还有一名的消防员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是警方收到了讯息说有家暴案件 前往现场 原名男子把7名的小朋友从2岁到15岁的小朋友 坐在家里头不让他们出来 因此他们希望可以来进行处理 没有想到当中这名男子看到警方到了现场 不止不开门甚至还直接开枪 也导致这一起的死亡意外 警察紧急呼叫救护车支援 受伤的正是他们的同胞 明年苏达州的警察在周日凌晨接获家暴电话 一名男子把自己和7名2岁到15岁的孩童锁在家中 警方到场后男子拒绝开门并且直接开枪 对峙长达四小时后男子遭到击毙 但也造成两名警察和一名小防员死亡 民众纷纷献花向罹难的警消致敬 我们受伤的 我们受伤的 今天我们的三名组织的组织 为这群组织的 他们是优优 幸好七名青少年和孩童都平安救出 明年苏达州也降下半期纪念殉职的警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这几天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天气是春暖花开的景象 但是在中国到的新疆南北的天气都是非常恶劣的 包括是在新疆北部是风吹雪 但是在南部却刮起了沙尘暴 甚至你可以看到很多辛苦的执行的远警 或者是说这些交通警察 我们看到是背面 但他们的正面 其实也因为这个连日的风沙 让那脸上出现了泪痕 而且当中也混合着泥沙变成泥巴泪痕 天空变成黄橘色 眼前只看到亮灯的灯号 不见灯感 能见度不到200公尺 新疆刮起超强沙尘暴 白天变得仿佛黑夜 空气底弥漫着土味 整个县城被沙土笼罩 交警疏导受困风沙的车辆 连上眼泪或者沙尘 变成眼睛周遭满是泥巴 还得持续上空 发放胶带等物资 求是受困车辆的驾驶人 牢牢贴住车窗 新疆 青海 甘肃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7到9级阵风 吐鲁番局地达到15级 新疆 甘肃西部 宁夏北部等地出现阳沙或浮沉天气 部分地区出现特强沙尘暴天气过程 不止沙尘暴 还有风吹雪灾情 扰乱交通 当地就在部门临夜展开清雪工作 而且受到强冷空气影响 新疆出现今年最强寒流 阿拉泰地区气温降到零下52.3度 打破新疆的低温记录 中国大陆枪台发出寒流 大风 沙尘 大雾 一共四预警齐发 在春运的尾声 严重影响交通运行 而大陆的贵州则是爆发了山火状况 尤其当地的民众还有地方的政府人员 也积极地来加入灭火跟打火的行列 而且救火的职工达到了400人 还好现在火势已经获得控制 画面中山区大火发生在大陆贵州碧节 18号下午3点左右开始冒出了山火 火势蔓延得非常快 并形成了东西和南北两条火线 贵州的消防员获爆后立刻前往铺救 就连起火的当地七星关压池镇的政府官员 和当地民众也一同加入救火行列 从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山区大火由于火势凶猛 空气中烟雾弥漫 截至19号火势已经基本控制 暂时没有听到有人员伤亡 至于山火的面积正在查核 起火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另外18号当天 大陆南北气温相差竟然高达了90度以上 主要是新疆有地方达到了零下52.3度 破了最低温记录 而贵州则有一地的气温飙高到了38度 同一天大陆两地的温差达到90.3度 相当惊人 刚刚我们留言区有大家很关心的听听 到底去哪了 到了新加坡去参加了航展 而且呢 他最新的新闻要带来看到 是中国大陆派出了C919的客机参展 要跟西方的喷射机市场一别秒头 人员一度亚洲最大的新加坡航展 19日晚间开幕 最关心的议题是国际局势如何冲击供应链 或是2000因为疫情 影响缩小规模2024年强势回归举办 新加坡自然期盼能拉拢航泰产业生意 多国巨方人士穿着军装与会出席 除了关注印太局势 客机市场倒是先成了厮杀战场 中国大陆官媒央视连日放送自治客机C919 在新加坡航展开幕前试飞飞行表演画面 这一架东航C919 周五晚间从上海起飞参加它的国际首秀 经过近六个小时的直飞 航程约4200公里抵达新加坡 中国大陆表示 今年将在国际上推广该飞机 并寻求欧盟航空安全局认证 在其他两大巨头空中巴士和波音 面临延迟交货的窘禁 中方全力要抢下国际订单 周五方表示 今年参展的国家级展馆高达了15个国家 包括首次参展的中国大陆 以及捷克尔火峰基于低调原则 今年派出的代表为国防部副部长徐元璞 接下几天的动向也备受我们的关注 以上是TVBS记者洪福华刘婷廷 发自新加坡的采访报告 另外一位话题人物呢 是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 他参加了2024世界政府高峰会 也谈到了人工智慧的未来发展 其实大家都想问他说 就他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世代 大家非常关注的是人工智慧 但下一个世代该学什么呢 他说生命科学领域非常重要 出席杜拜2024世界政府峰会 美国AI绘图晶片龙头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认为人工智慧的发展 应该要因地质疑 但随着人工智慧的发展成熟 未来编写程式将越来越 自动化与简化 因此黄仁勋认为 未来不再是需要学习电脑的时代 未来的方向应该放在生命科学 因为IT基础设施 晶片每一年都会更新 但生命科学的进展却很缓慢 预估未来朝生命工程发展 可说是潜力无限 就像英国国王查尔斯 离癌的消息一出 也发现有越来越多 以AI辅助早期检测癌症的最新技术 各国政府更是积极鼓励发展AI产业 微软总裁史密斯上周就在德国宣布 未来将在德国投资32亿欧元 约台币1078亿元 专注发展人工智慧 第一是在国家的AI和技术研究 第二是在我们的AI技术研究 对德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虽然在过年前其实肉品的价格都在高档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些降价的消息 就是由美式牛排店宣布部分的排餐 虽然说他们的进口的价格没有调整 但是预计要降价2到3成 我们说的是他们的排餐 另外在国内的淡价在17号过后 也要便宜3块钱 手工先切牛排放在烤炉上来回翻烤 鲜嫩肉质飘出阵阵香气 这是殖民连锁美式牛排过去想吃 得花上近千元 但农历春节过后 业者宣布20号开始要降价了 12盎司热野牛排原价1700变成1249 还有6盎司火烤德州牛排 700降为500 8盎司则是700元就吃得到 平均降幅2到3成 去年有涨过一波 我最近其实是没有降可是是稳的 就是平平食品的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希望用回馈的方法 业者说明就是要趁农历年后 帮大家荷包补血也趁机抢升量 而春节前肉类和商品等需求高 价格一直处于高档 现在春节结束价格有变动吗 高丽菜还有菠菜对我降大概有10%或20%吧 我觉得差不多 我买那个鸡爪跟鸡肉 以鸡肉来说民众感觉还是按春节时没差太多 防土鸡一斤约300 老板也说可能得等到元宵后价格才会降 目前价格都还就是持稳这样 可能要元宵过后看再看 另外还有猪肉价格想降价也得看需求 以及毛猪数量 猪源还是没有过量 没有过量的话猪价可能还是持续平稳 以毛猪交易行情来看 过年前一周平均每公斤最高价格为94.85元 现阶段则是每公斤平均89元 另外还有淡价17号开始降3元 批发价每台金52块变成49块 产地价则是42.2元 但未来价格是否会在开学后再有变动 还得观察 体别新闻新闻想张慧先拍报道 而美国现在有可能再度的出现通膨情况 从焊接到成型 作业员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 美国劳工部公布最新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这个用来衡量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平均变化的指数 在1月意外回升 月增0.3%和年增0.9%通通高出预期 月增幅更创下8月以来最大 劳工部还公布去年第四季的劳动生产力 同比增加2.7% 比过去20年来的平均增幅都还高 只是这样的结果并不为投资人所乐见 生怕已经连降好几个月的通膨数据 因此再度回温 拖累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数全面收黑 但分析师认为 同一天公布的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再次攀升持续乐观 显示经纪人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而生产力过热 也还没显现在部分物价上 尤其随着寒冷冬季结束 汽油价格跟着显著回升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全美平均汽油价格 已经升到美加轮3.28美元 光是上个星期就涨了11美分 尽管AAA表示 目前的升幅仍处在 从冬季到春季高峰的正常范围内 但由于过去几周 寒冬加上电力问题造成的炼油厂停电 可能会把油价推得更高 同样受天气因素影响的 还有路易塞纳州的特色美食 水煮小龙虾 价格也不断飙涨 但如今的售价已经从原本每磅不到5块美元 涨到10块多 让这位常客不得已改成只买2磅 2023一整年严重干旱 加上今年年初的几栋天气 都是推高价格的主因 估计将让路易塞纳州 共2亿3000万的小龙虾产值 损失将近六成 这位路易塞纳州的农林专员 已经要求联邦政府胜出援手 帮业者补贴成本 根据预计 整个州将有12万英亩的小龙虾池塘 都不会有任何产量 暂时吃不起小龙虾 则让当地韬客纷纷转战 其他当地海鲜 食衣住行无一幸免 就连全美最热门的30年期房贷利率 也连续第二个星期攀升 在上周来到平均6.77% 位在加州太浩湖的滑雪盛地 和周边饭店餐厅等商家 或许能证实抛开成本的烦恼 因为2月19号总统日的三天廉价 在周末登场 为备阵这场众所期待的廉价双击 作业人员抓紧时间 在路边撒盐清除积雪维持交通顺畅 对雪上活动业者来说 则要确保场地的装备充足 设施完善 不只重整原有的设施也推出全新玩法 这波廉价旅游消费 是否又会为顽强通膨再添一层压力 市场近代廉价过后将在周三公布 联准会上次利率政策的会议记录 今天聊国际我们要来聊的是消费 你是Z世代吗 其实现在Z世代的花钱方式 过去我们可能认为说 好累想要买个东西来犒赏自己 但是以Z世代的族群来说 他们更想要把这个钱花在社交费用上面 因为他们本身社交的网络是非常的密集 甚至以这个年代来说 他们有所谓的葡萄型社群 在社群当中建构很多元的人 人尽关心 主要在这个时代 他们都透过手机来跟别人交际 所以只要是任何的 像是小学同学到公司同期都有群属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在社交行为上面 甚至其实社群网站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际场域 一般来说 大家不只拥有一个社群账号 而且根据不同的社群 都有不同的账号来做切换 你才可以针对不同的族群 还有社群来说保持适度的参与 甚至他们也认为说 合作其实比竞争更为重要 但是在网络更加互动久了 其实难免会有社交疲劳的情况发生 所以很多人 尤其是年轻人也喜欢独活 就是尽量的保持自己一个人的空间 尤其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感到疲劳 而且女生六成多的女生 也认为说社群会让他们觉得非常累 包括比较这些按赞数 还有其他的心态 都会让他们觉得比较紧张一些些 所以他们更倾向说 在现实当中保持独活的情况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 就是说现在如果社交要花这么多钱的话 你如何分配就非常重要 现在有人直接流行说 在社群网站上大声说 我就是要省钱 这是一个喜剧演员说出来的 他说强调节省开施 就必须要直接说出来 甚至在社群上公开 我要怎么花这笔钱 我的预算跟支出的计划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说 就是很担心有朋友 会说我们去吃饭 因此或是一起去买东西 就花了更多的钱 算是一种拒绝过度消费的方式 不是没有预算 而是他不想花 把钱花在自己想要 而且比较合理 甚至自己可以接受的一个地方 而不是盲目的缩衣结尸 也不是完全的盲目的拒绝外交 不过现在其实以2024年的消费状况来说 其实更多人愿意把钱花在旅游上面 比如说旅游上面来说 他们注重的是睡眠 另外二手市场也跟着崛起 装着绿豆壳的枕头能帮助清热调理睡眠 防止头痛脑热 还有适合小孩的羽绒枕 再到茶叶枕 以及饭店内标配的杜邦枕 各式各样的枕头 尽可能符合每一位顾客 因为我们不晓得客人 他平常在家住家的习惯 因为现在的人都比较注重睡眠的部分 所以枕头的部分会比较挑剔 目前以七种来说是非常充足的 如果未来如果有客人有在 向我们建议 比如说哪些新型的枕头 比较好的话 那我们可能也会评估 再把它加进来 为了让房客能一夜好眠 饭店提供七款枕头 而其实根据连锁酒店调查也发现 18%的旅客外宿会自备枕头 27%会因为床垫品质 选择特定饭店 还有10%会自备白噪音机 这些习惯的改变 从Z世代更为明显 比起狂欢 他们更注重好好睡上一觉 借用的情况比较多的是 我们的记忆诊 因为记忆诊的话 其实现在我们很多一般家庭 都会有使用记忆诊的习惯 因为它就是包覆性比较好 很多客人他一进来 就可能会要求说 请我们帮他准备记忆诊在房间 或者是他还没入住之前 就可能在订房的时候 去先透过订房中心说 他会有这个需求 2024年消费出现新趋势 除了注重睡眠 在穿衣风格上也开始在意环保 让二手市场越来越主流 投资银行2023年曾预测 二手交易平台 每年复合成长率超过34% 其中最大宗的就是服饰 我们目前成立两年半左右的时间 已经接近 已经有累积近9万名左右的会员 其中更有高达40%的民众 是完全没有购买过 任何二手衣服的经验 得到就一回收 先会觉得 不知道衣服最后的去向 到底是有没有创造需要的人的手中 或是可能自行上架觉得太麻烦 可能要拍照 想描述定价等等 最后的话可能如果直接丢弃 又觉得很浪费 就不环保 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研究也指出 Z世代正在引领永续消费模式 二手平台也认为在2029年 二手服饰就会超越快时尚 我觉得这一代的年轻人是叫做聪明消费 衣服除了二手衣之外 我觉得更重要是因为他们懂得去搭配 就有了一些必要的 买好一点的之外 他们知道说其实相对偶尔会需要用到的 可能或是穿在那一搭的 二手衣市场再起来 搭配二手衣业者透过澎湃 品质把关 以及30天的无条件退换货等机制 让消费者更愿意加入 在家居和美装上 消费者更倾向多巴胺色 刺激视觉 市调公司预测 2024年消费大趋势的重点 在于消费者更想逃离日常的压力 以前可能是去日本韩国shopping去玩 可是现在有很多是跟运动结合 他去潜水 所以这种比较有主题性的旅游会兴起 第三个就是刚刚提到说 那在旅游过程当中 第三个很有趣叫做睡眠旅游 他很重视睡眠的品质 尤其上班族 他们已经慢慢很重视说 能不能出去是真的是放轻松 能否好好放松甚至注重环保都反映现今时代背景下的影响 也促使大家重新定义起自己的消费 TVB的新闻何将谢丹磁台报道 的确有消费习惯从之前的过度节省再到过度的消费 现在进行到一个当花则花的一个时代跟朝代 刚从新闻画面大家也看到了睡眠跟放松还是非常重要 虽然说到了当地可以能睡多久都睡多久 但是在飞机的航程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还是希望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点 由于在役后出游之后大家更愿意犒赏自己 但是有时候真的要刷下去商务舱真的是蛮困难的一件事 还是心会有一点拖 所以说当中稍微犒赏自己的话 你可以挑这个豪金舱 现在变成新宠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搭过豪金舱 他就是在商务舱跟经纪舱之间 对于来说他其实有额外的腿部的伸展空间 而且他的娱乐跟餐饮服务是更好一点的 也提供了更多服务 在这几年其实很多旅客也都非常受欢迎 而且会选择这样一个位置 尤其是针对长程航班 会觉得坐比较舒服一点 当然比较好一点 在2005年的时候 大概就有15家的航空公司推出了这种豪金舱 但是到了2022年的1月份 就增加到了47家 而且其实这最新 尤其是以长荣航空他们最先推出 当时长荣集团的创办人张荣发就说了 机上20%的座位卖不掉 那干脆重新来调整 规划舱等设计 也让全球的航空都纷纷的仿效 甚至现在也变成航空公司的一个小金积母 尤其达美航空就说了 这个豪金舱的收入占了2023年的总体的35% 跟10年前相比至少成长了11个百分点 也让他们的营收创下新的记录 不过到了赏银季节 大家有没有想要出去玩呢 其实现在非日本非韩国想要赏银的话 机票还是维持在一个高档状况 可能要特别考虑 另外其实还有不少的航空公司 包括长荣 新宇还有华航都飞熊本而且持续增班当中 台积电熊本厂将在2月24号周六开幕 不只带动周遭房市经济 台湾飞9周的航班也有增加 华航桃园直飞熊本本来每周四班 2月27号周二开始要增加到每周五班 就连桃园飞福岗每周16班 3月底也增加到19班 能搭配双点进出 长荣高雄飞福岗每周五班3月底增加到7班 新宇直飞福岗和熊本更是天天都有航班 达人分析航空业看好观光商务并进 台积电扩厂日本 九周航班也增加 当务上的往来需求比较难撑起一条航线 那同时间都要靠着一般的旅客 来补足旅云量的不足 国人到日本玩本来就好 3月又有樱花季 下市黄航每周7班飞鸣鼓屋 3月2号开始增加到每周11班 长荣飞日本松山3月20到4月30 每周增到4班 新宇也和旅行车合作 3 4月有得岛包机 尽管已经过完年 但赏银航班还是贵 以长荣来说 平日票价约14600元 赏银尽要20800元 新宇更要到23800元 以低成本航空来看的话 目前可以看到还有12000左右的票价 比3月初多了2到3000元 但是传统航空来讲的话 票价差跟3月初就相对来讲 比多了3到4成左右 航空业调整战线 除了长音机 也因为台积电设厂 更在日本23线城市扩大合作 除了台人赴日 也判提高今年日客来台数量 台湾新闻说明的特别人台北 谁分不得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